就在阿拉哥成功地抓到了深河随即之后 阿拉哥立刻准备派出幻魔王 前去对付陀神苏 幻魔王则提出需要流沙士兵一同前往协助 于是阿拉哥应允了幻魔王的要求 而此时苏正坐着车悠闲的东风 突然天空风云突变 苏立刻意识到是尤加势力找到了他 随着一个铁锤的袭击 苏直接摔了到五体投地 正好摔在了幻魔王面前 还没等苏搞清楚状况 他又遭到了袭击 突然流沙士兵出现了 然后死死地缠住了苏 紧接着无法动弹的苏 再次遭到了铁锤的攻击 还好他力气够大 硬生生地接住了铁锤 然后借是向流沙士兵攻过去 但是很明显这样的攻击力 是完全不足以击溃流沙士兵 反倒是苏自己却压在了废墟之下 就在幻魔王嘲笑了苏 是个只懂得使用蛮力的草包之后 便约他前往大雪山再决胜负 之后苏立刻赶到大雪山 却发现这里的树木都变成了石头 此时 幻魔王再次出现 并立刻向苏发起了进步 一番缠斗之后 苏赶紧穿上铠甲 准备全力以赴 有了铠甲力量的加持 苏终于能够和幻魔王过上几招了 但是却始终没有办法击中幻魔王 这时气急败坏的苏 立刻使出避杀技眼铁碎 想要依靠蛮力压制幻魔王 但是这招的威力 却被流沙士兵给轻松化解 感觉就像是拳头打到了沙子里一样 被沙子给一流刻钢了 见自己的避杀技也不好使 苏有点将狼才进的感觉 随后 流沙士兵又再次攻向他 不堪其扰了苏 于是再次使出掩铁碎 但是依然对他们没有半点效果 反倒是自己就像陷入了流沙一般 完全使不出半点力量 只有挨打分 最终 苏还是倒在了沙地里 看着眼前的滚滚黄沙 苏似乎明白了什么 然后 努力地爬了起来 就在流沙士兵再次试图扰乱他的心神之时 苏彻底地冷静了下来 不再使用蛮力去对抗 而是冷静地洞察到了流沙士兵的规律 然后苏集中力量 使出了避杀技 超弹洞碾铁碎 瞬间就将流沙士兵给轰爆炸 这下 他们真的成了一堆沙子 就当苏想要乘胜追击 一举干掉幻魔王之时 幻魔王则表示 水神和光辉神 已经被抓到了尤家世界 你如果想救他们 就跟他一起去尤家世界 单纯的苏 想都没想 就跟着幻魔王一起进入了尤家世界 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执念 就是一定要救出他的同伴 就这样 第三位魔神坛斗士 也进入了尤家世界 苏真的能够救出其他的同伴吗 在这个尤家世界里 到底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吗 随着三位魔神坛斗士 被带到了尤家世界 天神托马 应该就是下一个目标 此时的托马 正对准太阳 想来一招后翼射日 一阵骚操作之后 阳光透过乌云 托马瞬间被自己摔倒 感觉太阳都没他帅 然而帅不过三目 突然天空风云突变 一道闪电劈下来 瞬间叫会托马 什么叫做装逼遭雷劈 就当托马慢慢地醒过来 他面前却出现了一位美女卡尤拉 真是帅气 就是招女孩子喜欢呀 可是 卡尤拉并不是来陪托马闲玩的 而是告诉他 其他魔神坛斗士 都被抓到尤家世界的消息 不过托马深知红颜祸水 这个信息 立刻对卡尤拉发起了进攻 但是却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卡尤拉见托马不是好歹 也不再多说什么 开始了反击 只用了一招 就让托马感受到了压迫力 随即托马立刻使出超弹动真空波 但是还是被卡尤拉给堵掉 随后 卡尤拉放托马回到了地面上 预感到大事不妙的托马 准备立刻前往寻找李奥 商议对策 可是 卡尤拉却先一步找到了李奥 正当李奥准备动手的时候 托马也敢来了 两人再次向卡尤拉确认 其他人的去向 于是 卡尤拉向李奥他们展示了其他同伴的武器 看到这个 两人终于相信了卡尤拉的话 随后 二人回到家里 和内斯蒂一起商议 怎样去营救其他人的对策 就当几人争执如何是好的时候 突然 阿拉哥城堡却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并向他们展示了 如何折磨被抓的魔神弹斗士的景象 之后 卡尤拉再次出现 李奥他们这才发现 原来 卡尤拉也是人类 卡尤拉表示 很久以前就有很多人类发誓效忠阿拉哥 并且得到了阿拉哥赐予的力量 这其中就包括四大魔王 而他则得到了比四大魔王更强大的力量 现在就是来带他们一同前往尤加世界里 听到这话 让李奥他们怒不可遏 立刻就穿上海甲 准备与卡尤拉殊死一搏 见李奥他们还要反抗 卡尤拉也掏出武器准备应战 就当李奥使出双眼斩之后 卡尤拉却不紧不慢 丝毫没有费力地就将李奥的必杀剂给化解掉 随后 卡尤拉立刻使出蓝星掌环以颜色 这招的威力简直无与伦比 瞬间就让李奥他们感受到了力量的差距 紧接着 卡尤拉召唤出尤加大门 正准备带李奥他们进入尤加世界的时候 忽然 一只法杖起来 然后 法杖的力量和天神的力量 一下子汇集到了李奥身上 瞬间李奥便穿上了白色牌甲 这让卡尤拉非常的吃惊 还有这操作 随即李奥立刻使出必杀技超弹洞赏黄斩 见此招还是凶凶 因为之前法杖的持有者坏了卡尤拉的好事 随即卡尤拉立刻找到了法杖的持有者 想要确认她的身份 随即立刻发起了进攻 但是这个神秘人却只是不停地防守 并没有打算还手的意思 不管卡尤拉使出怎样厉害的招式 都没法攻破神秘人的防守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神秘人消失在了自己眼前 留下卡尤拉独自一人在风中凌乱 与此同时 李奥他们却还在因为到底要不要进入尤加世界 去拯救其他魔神坛斗士而纠结 并且法杖的再次出现 也让他们感觉有太多的疑团未解开了 而阿拉哥这边 卡尤拉也带回了法杖再次出现的消息 这也让阿拉哥他们很是疑惑 难道是考思又复活呢 不过 阿拉哥还是命令卡尤拉以抓回李奥他们作为第一优先 而这时 李奥他们正准备出发前往尤加城堡的时候 远处却出现了那个神秘人的身影 就当他摘下自己帽子的时候 李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神秘人竟然是鬼魔王舒顿 原来 舒顿遇见考思之后 慢慢地寻回了自己的心 从此继承了考思的意志 与黑暗势力战斗 这次他前来就是想劝李奥他们 不要那么冒进前往尤加世界 但是李奥显得很艰巨 表示不入古学燕德胡子 见李奥如此之主 舒顿也不再阻止 只能助他们好运 随后 李奥他们便驱车前往尤加世界 而卡尤拉已经恭候多时了 见到李奥他们便立刻发起了进攻 李奥他们则马上开始反击 但是实力上的差距始终存在 不一会就又被卡尤拉给击倒 就在此时 白光虎突然冲了过来 就在与卡尤拉接触的瞬间 卡尤拉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就当李奥他们准备抓住机会 击败卡尤拉的时候 卡尤拉又站了起来 直接向白光虎发起了进攻 将他击飞到天上 但是白光虎却化身为黑光 予以还击 随后 卡尤拉又是一阵犀利的攻击 在李奥他们招架成功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地下沉 千军一发之际 舒顿再次出现 并使用法杖创造出一道光柱 将李奥他们解救了出来 就当卡尤拉还想追击 舒顿却告诉卡尤拉 尤加势力是没办法 尽到那个光柱的 原来舒顿跟之前考斯一样 制造了一条通往尤加世界的桥梁 就这样 李奥他们再次通过桥梁 前往了尤加世界 可是尤加世界会有怎样的陷阱 等待着他们呢 这次只剩两位魔神坛斗士 必定更加的凶际 就在李奥和托马去往了尤加世界 舒顿表示 现在将由他来保护大家 并且向小纯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过去 原来他曾是一个不足的武士 因为不足实力弱行 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最终选择投靠了阿拉哥 成为了阿拉哥的手下鬼魔王 忽然舒顿的法杖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随即幻魔王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幻魔王表示 舒顿的背叛让阿拉哥非常的生气 然后立刻就对舒顿发起了进攻 舒顿也毫不释入 在躲开了幻魔王的攻击之后 直接一法杖将他击飞 随后一顿大道理的怪书 说得幻魔王头都抬不起来 与此同时 李奥他们在尤加世界苏醒了过来 不过周围的景色 却让他们觉得相当的吃惊 忽然一道尤加大门 随着彩虹一起出现 于是李奥他们便立刻冲向尤加大门 在穿过大门之后 天空风云突变 到来表示了欢迎 同时告诉他们 只要交出铠甲 就能在这里实现任何愿望 李奥他们当然不肯妥协 随即怨灵离开 天空又恢复了灵阳 突然李奥发现了阿拉哥城堡 而这时在城堡里 阿拉哥告诉魔神坛斗士 李奥和托马也来到了尤加世界 并且很快就会被抓住 就在大家表示 一定会打败阿拉哥的时候 阿拉哥却告诉了他们一个惊人的命运 就是关押他们的屋子 正在吸取他们铠甲的力量 转化为尤加的力量 随即驱使怨灵 发动机关 将魔神坛斗士铠甲的力量抽取出来 转化为一把妖邪之刀 这一操作 让魔神坛斗士顿感大势不妙 不过现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只能骂骂咧咧地表示绝不认输 随后 阿拉哥再次命令怨灵 将魔神坛斗士继续囚禁起来 与此同时 哈尤拉带着这把妖邪之刀 找到了堕罗大将 要求他利用这把刀 去解决掉李奥和托马 看着这威力惊人的刀 堕罗大将也是兴奋无比 随后 卡尤拉回到自己的房间 换了一身衣服 并向阿拉哥赴密 阿拉哥对于卡尤拉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满意 而这时 尤加大军在堕罗大将的带领下 正出发讨伐李奥他们 李奥他们借着汹涌而至的大军 立刻穿上铠甲准备应对 然后李奥和托马 一人一个必杀技 直接向尤加大军轰了过去 可是尤加大军人数实在太多 根本没有办法一下就消灭干净 很快 他们就被包围了起来 堕罗大将剑 已经困住了李奥他们 准备好好的招待一下他们 那么李奥他们又该如何脱险呢 而此时的卡尤拉 却开始哭泣起来 到底在他身上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有的疑团 正慢慢地浮出水面